我们现在介绍分离变数法 解球坐标的Laplace Equation 这是球坐标的Laplace Equation 如果V是三个函数 Rθ5的三个坐标的函数 这个很难解 我们现在看一种比较简单一点的 目前我们只能看这个比较简单一点 那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potential跟5没有关系的话 跟这个没有关系 那只跟Rθ有关系 那这个Laplace Equation就变成这个样子 那这个解呢 我们就用分离变数法 Separation of Variable 另V它是Rθ的函数 可以是大R跟大θ的函数 这两个分别是小R跟小θ的坐标的函数 那我们就把这个带进去以后 再被这个来成 再被这个来成 那这个式子就可以变成这个为分方程 对不对 这个为分方程 好 我们现在就是要解这个为分方程 因为这个为分方程 一共只有两项 前一项仅仅仅是R的函数 后面这一项仅仅是θ的函数 那么它们加起来要很等于0的话 那它不得是R的函数 也不可以是θ的函数 那它们必须都是常数才可以 于是我们就令这个等于常数 这一项也等于常数 那它我们令这个等于这个常数 你觉得好奇怪 怎么是L加L加E 你不要管这个 这个是我们解为分方程 我们用特殊的方法解出来的 那么各位现在还没有学到 那我们就暂时用这个 这里头的L是一种时数 是时数 L它是0123456 就是正整数 那我们把这个柿子 把这个柿子 我们先解开这个柿子 它原来是这个形状 那我们把这个调过来 微分方程就变成这样子了 这样的微分方程 因为它是一种特殊的解法 那我们现在目前你们 刚刚学过微分方程 这个你还不会了 你就记得它的解 它的solution是这个形态 A的RL之方 加上BoverRL加E之方 AB是常数 OK 然后我们就解这个 微分方程 这个微分方程 可以化成这个样子的 这个形态的 你把这个 θ乘过来 大θ乘过来 三θ又乘过来 这个微分方程 它的solution 就是这种形态 这又是一种特殊的方程 叫Legendral equation 所以那我会写出来 那个function是什么样的一个形态 那R我们说它是解是这个解 大θ的解是这个解 那把这两个带到V等于大R乘大θ 那我们就变成这个成这个 对不对 这就是它的通解 通常上面的就是通解 不过这个解是L没等于一个数值 一个整数 它只有一项 这一项通常 它不能够满足所有的边界条件 我们是希望 还有若干相的时候 它可以满足所有的边界条件 就是说Ling V 是等于这个L 从零到无穷大 每一项都加起来 那这个L到无穷大加起来 这个可以满足所有的边界条件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球坐标 它只含有R跟θ这一部分 Labrass equation的通解 要记起来 这个跟圆柱坐标两个通解 要记起来 以后就是要用通解 这个叫Legendron Plinomial 这个多项式 一种多项式 那么它的前几项是这个样子的 P0 cosθ 这是1 等于1 就是说这个是 P0就是说 它是cosθ的函数 1 如果这个是下标是1的话 它就是cosθ 下标是2的话 它就是这个 下标是3 就是这个 这个没有人去背它了 我们要用的时候 再查标就好了 那么我们发现 Legendron的Polynomial 它也是一种正交函数 是一种orthogonal function 那我们也可以 既然是orthogonal function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同样的技巧 就是说 你本来是这个字 我乘一个这个 在Dcosθ Dcosθ又可以变成 Sinθ Dθ 积分0到π 这个就是这个 以后你如果是碰到这个 你就乘上一个这个 再乘上这个积分 它可以等于这两组的值 当L 等于L'的时候 不等于L'是0 L等于L'的时候 是2 over2L加1 现在我们看一个例题 这个例题 是说 有一个半径 We are的空心球壳 这是空心的 当中是空的 只有球壳 它的电位 当然这是表面 电位是V0 它是θ的函数 你θ不一样 这个值不一样 我们现在要求 壳内跟壳外 任意一个位置 的电位函数是什么 球座标的 Laplace Equation 是这个 那我们知道这个题目 它只告诉你 θ不一样 这个值不一样 它同一个θ 不管是在哪里 就是5不管在哪里 它通通一样 所以它跟5没关 它跟θ有关 跟R有关 因为这球面 R等于 小R等于大R的时候 它是这个 如果不等于大R 它就不是这个值 所以它是R跟θ的函数 跟这个5没关 所以这个式子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这两项 Laplace Equation 而这个式子的解 我们刚刚说过 它是一个通解 你把这个记起来 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你多做几次 你就把它记住了 不是说你要 好像英文单字一样 早上起来去背它 不是 多解几次就记住了 好 那现在 这个是通解 我们现在就来决定 Al跟Bl到底是什么 我们就把它分成 球内跟球外来看 球内的话 它的小R要比大R小 而球内因为 它是比大R小都可以 所以它可以等于零 但是当R等于零的时候 这个占分母 就让这个值变成无穷大 那就使得电位变成无穷大 电位不可以无穷大 电位必须是有限值 所以这项不可以存在 那就是Bl等于零 那它就剩下这一项 就剩下这个 就剩这个 好 我们现在要决定Al是什么 我们用边界条件 我们用边界条件 就是说这个式子 在边界的时候 小R等于大R的时候 它是V0 这是无穷多项 就是说这里头Al可能是某几项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你求出来才知道 假定这个可以满足这个边界条件 那就是当R等于大R的时候 这个R等于大R的时候 这个值要等于V0 不过Sita不是常数 它还是跟Sita有关 那你现在左边我要把Al决定的话 我就可以用正交函数的方法 我乘一个Pl'Posan Theta 再乘三Theta Dtheta积分 OK 乘上一个这个 几分 零大派几分 那右边也要乘一个这个 右边是V0这个 左边这个 这个式子 你一定要把它用手 L不等于L'是0 L等于L'是这个值 右边没有问题了 所以这个 你看这两个都是常数 这个 因为它现在是等于一项 L等于L' 它不是从0到1 L等于一项 就是L' 但是L'还是1到12356 但是这个 每次只有一项 这一项 就是只有一项 那这一项它是等于这个值 你就把这个积分的值带进去 左边是这个 右边是这个 可是右边因为这个值 它跟C'是什么关系 你也不知道 所以不能积分 我们可以把这个拿过来 AL'等于 可是这个积分不出来 那我们就 假设 你积不出来没有意思 这个题目 你搞了半天 没办法做 有什么意思 我们就假设 V0 等于K 这是一个常数 从上sin平方二分之θ 然后sin平方二分之θ 我们可以用半角函数 它就等于 二分之一 一减cosθ 你要记得 一就是P0cosθ cosθ就是P1cosθ 所以把这个值 就化成这个值 然后带进去 带进去 那现在这有两项积分 一个是这个乘这个 一个这个乘这个 当这个乘这个的时候 我们知道 L'必须要等于L 等于0才有值 才等于这个是等于0 就是2 积分这一项的时候 你觉得L'等于1 底下我们就 当这个L'等于0的时候 你看2分之K 这个L'是0 2乘0加1 over2的0次方 乘上这个 这个 这个都是0的话 就是这个是0了 2乘0加1分之2 你把这个 你看这个是 这个1 这个2跟2 这也是1 这个也是1 那就是2分之K 这是前面一下 那就AL' 好 我们现在看A1 A1就是 你就是1 2分之K在这个 在这里 2乘1加1 2R的一次方 乘上 这个是1 就是2 over2乘1加1 这个整理一下 就变成这个值 所以它这有A1 A0跟A1 这两个 A0等于这个 A1等于这个 带到这个里头来 所以V0呢 V R Theta 就只有两项 0跟1 其他的值都不见了 都没有 那它就是这个值 那把这个带进来 那把这个带进来 P0这个 它就是这个值 然后这两项呢 你再画回来 这个等于1 这个等于cos 就变成这个值 这是R小于大R的时候 那我们再看 R大于大R的时候 我们还是从通解开始 那现在R呢 大于大R 那R可以到无穷大 那R approaches infinity 这个值 approaches infinity 就是这V approaches infinity 那就违背了V等于有限值的这个法则 所以AL不可以存在 那它只剩下后面这一项 只剩下这一项 那现在我们就是要决定BL 我们还是利用 这个是 因为这个是正交函数 我们还是用这个 我们假定说 这个值 当R等于R的时候 它是等于V R等于R 小R等于大R的时候 它是这个值 小R等于大R的时候 我们从这里头来决定BL 那我们就是左右各成一个 PL'cosθ,sinθ,dθ 这个积分 然后L'是123456 积分 所以这个积分要等于这个积分 就乘上这个了 那这个我们就可以代这个式子 它是等于这个值 它是等于这个值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项只有一个值 L要等于L' L不等于L'都不对了 所以每一次L要等于L' Prom' 那这个R L'分支BL' 乘上这个 这个积分就是这个值 然后要等于右边的积分 右边我们还是把V0 V0 这个就把它化现了 我们把V0当作是这个值 半角化成背角 化成这个 就是这个角化成它的背角 然后这个变成P0cosθ 这个我们用P1cosθ 这个我们用P1cosθ 带进去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B0' B0'就是这个值 但是它有两项 L'等于0才存在 它从这个就是L'等于1才存在 所以B0就是这个是0 2k 那这个是 这个就是我把这个重写一下 这个值从这个值是这个 L'等于0 你把L'等于0带进去 B0是这个值 B1是这个值 那我两次做的方法比较不一样 就是说你做题目 我们计算法不一定要一成不变 那你把这个 这个成长它带进来 L'等于1 它就是这个值 好 然后最后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V就等于这个值 这是1次方 这是2次方 就等于这个值 这是2 大于大2 好 我们就把小于大2跟大于大2 把它放在一起 把它放在一起 就写出V 这个函数是等于这个值 好 我们今天就先介绍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看另外一个例题 这是另外的一个例题 就是说这个空间 没有这个圆柱 没有这个球体的时候 这是圆柱 倒体的球 那么这个地方的电场是均匀的 均匀的话就是它的电场都是这样的直线 然后等距离 就代表是一种均匀的电场 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区域啊 摆上这么一个半径VR的金属球进去 这个它周围附近的电场就改变了 所以电力线的形状也改变了 但是比较远的地方啊 电力线并没有改变 那现在我们就是要问 原来是均匀的电场 我们把这个均匀的倒体球 没有带电哦 摆进去的时候 这个周围的电位跟电场是做如何的分布 所以原来的电场是这样的一个均匀的电场 这朝Z的方向 那么把半径VR的倒体球放在这里 于是 倒体球附近的电场改变了 我们现在要问 改变后的电场是什么 像这种问题呢 没有电荷的分布啊 根本就没有啊 你要求电场 那不可能 对不对 但是我们现在知道 这里有边界条件 就是说 这倒体的边缘 倒体是一个等位体 那么我们只知道它的边界条件 所以我们用Laplace equation来解 这个是球座标的Laplace equation 可是因为这个球体啊 摆在这里以后 它的改变是 它的周围 Fy角的周围 改变的都一模一样 所以它跟Fy角没有关系 可是它跟θ 就是说你的位置 在这里或者在这里 你看电力线都改变了 对不对 还有远或者是近都有关系 那远近是跟R有关 那你在这个周围的这个角度 是跟θ有关 因此电位呢 它是仅仅跟Rθ有关 跟这个Fy有关 所以这个Laplace equation 现在只剩下前面这两项 那这两项微分方程它的解 我们知道通解就是这个形状了 我们就把它的通解写出来 那现在我们就要来看它的边界条件了 我们假设这个导体所在的位置V等于0 因为导体它是一个等位体 整个的体积电位是0 表面也是0 于是我们就设定这个地方是0 这是我们设定的 然后距球星R远处很远的地方 距离它比较远 就是它影响不到的地方 它的电场就是Z方向 1就是等于10Z OK OK 好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个电场 从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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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2 我们也可以说从0 到这个R远的地方 它的电位是多少 这里是0 那这个地方距离球星R远之处 这个地方距离球星R远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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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用这个电位 V-V0 要等于1.dr从0到R 从0 从0到R 积分 好 那么 1是等于这个 1是等于这个 那么就是1.0 1.0 1.0 这应该一个1.0 好 那么 1 Z.dr 那就是等于1.0cosθdr 好 这个积分我们记起来 因为1.0cosθ 这个跟R没关系 可以提出来 所以这个积分 就是等于负的1.0cosθ 这个R 这最好是一个括弧了 这是R 它等于R 所以它的边界条件 我们就可以写成 在小于大R的地方 V都是0了 大于大R的地方 我们就把它写成1 1 就是常数了 R cosθ 远大于R的地方 这就是它的边界条件 我们把这个边界条件 V等于0 就是这个边界条件 在球体里面 V等于0 带到通解里面去 因为现在的范围是R 小于0 阿尔小于0 它都是一个什么 它的电位都是0 这个电位就跟什么一样呢 跟它表面上的电位是一样的 表面 球面上的电位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就是把这个R 就等于大R 带到通解里面去 带到通解里面去 这就跟表面值完全一样 这就跟表面值完全一样 L从0到无穷大 一个多项是有无穷多项 都等于0的话 我们知道 除非它每一项的系数 每一项 每一个L值 它的系数都是0 否则的话 没办法解 因此从这里我们就知道 这个中括弧里头的这个值 必须等于0 当这个等于0的时候 我们就解除BL跟AL的关系 BL跟AL的关系 也就是说 AL、BL 将来我们可以化成一个变数 这个带到 这是BL 带到原先的通解里面去 你看现在我们 BL用这个带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 VRθ 因为BL现在可以 变成-AL 把AL提出来 里头的像就变成这个样子 变成这个样子 那这个就是我们把 第一个条件 就是在边界的时候 电位等于0 电位等于0 带进去 我们就得到这个 这个BL 可以用AL来表示 就变成这样子 现在我们就在看 当R 远大于小R远大于R 就是在球外相当远的地方 那就是小R要远大于半径 球的半径 那这个值就远小于1 所以这个式子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因为这个远小于1 而这个可以很大 对不对 所以很小的值 在很大的值旁边 它微不足道 我们就可以不要砍它了 那它就变成AL RL之方 乘上PL cosθ 这是远大于R的时候 现在将远大于R的边界条件 我们已经知道 在远大于R的地方 V是等于这个值 我们刚刚不是积分求出来了吗 这两个把这个带到这里去 带到这里 于是我们就得V R23θ等于这个 又等于这个 那这个值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10R cosθ我们可以写成P1 cosθ 这是legenda polynomial 当L等于1的时候 它是等于cosθ 那么我们比较这个 这是一个多项式 L可以从0到无穷大 可是到相当远的时候 L只能等于1 看到没有 L只能等于1 所以从这个式子可以看到 多项式里面 仅仅L等于1的项存在 其他的项都不能存在 那就是说其他的项都是0 所以我们就得 A1R的1次方 要等于-10R 这个R跟这个R约掉了 所以A1就等于-10 我们又把A1求出来了 A1 那么 现在把A1 带到 这个式子里面 B1 BL等于这个 那就是 L等于1的时候 A1 A1是-10 复复就是正 然后这个就是R的三次方 所以B1等于这个 A1等于这个 这两个常数 我们求出来了 OK 好 那我们现在就把 L等于1 只有L等于1的项存在 这个常数等于它 B1等于它 带入通解 带到这个通解里面去 我们就得到电位函数 它是等于 它是等于 这是1 L是1 这是-10 这个呢 要有个10 对不对 10R三次方 所以我们把它整理一下的话 这个带进去整理一下 它就变成这个字 所以我们要求的 potential就是这个字 好 你有了potential 我们就可以求电场 就是用potential 等于负的gradient的V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component 求出来 R Component是等于 负的 partial V over partial R R Univetal 就是R的方向 这个对R作偏为分 这一项就等于1 这个就等于负2 R三次方 负负的正 这是R Component 然后还有Theta Component Theta Component 是这样子 你不要忘记这个R分之1 不要直写这个 不要直写Partial V over partial Theta R分之1不要忘记 然后这个对Cosin Theta Cosin Theta对Cosin Theta 对Theta作偏为分 就变成FuSin Theta FuFu得正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Fu 所以还是Fu的 1 这个都没有变 这个变成Sin Theta 这个是电场函数 我们知道这个球面上的电场 那我们就可以球面上 它的感应电荷密度是多少 因为它的 我们知道这个是老早我们求出来的 导体表面的电场 跟导体表面垂直 大小是局部表面的 表面电荷密度被ε0来除 那球面上 就是小R等于大R出 球面上的N 因为导体在这里 所以它跟导体表面垂直 就是R的方向 1N在这个表面上面 就是1R 因为1N就是R N就是R的方向 所以感应电荷密度 我们可以求 Sigma Theta 要等于1N 当小R等于大R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 这个其实我们刚刚已经求出来了 就把这个R Component R Component里面 小R等于大R带进去 小R的大R 怎么这个大R跟月大 就变成1加2等于3ε0 cos Theta 这个就是它的表面的感应电荷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题目 这是半径为R的一个导体球壳 就是半径为R的球壳 不一定是导体 它没有说要导体 就是导体球壳 然后我们在球壳上面 粘上一些电荷 它电荷密度 Sigma 它是Theta的函数 就是说你看这一圈 对Z轴夹C的角 那这一圈的表面的密度都相当 可是另外一圈的密度就变了 我们现在要求这个壳内跟壳外 任意位置它的电位是什么 那这个也是 这个我们 就是 我们知道这个表面电荷了 你也可以用这个电位 你可以用电荷的分布来求电位 再求电场也可以 因为你知道电荷的分布 而且它的分布是一种 它的分布在这里 你现在可以用什么 可以用这个 连续分布的电荷 求电位然后再求电场 当然那个也不是很简单 那现在我们用 Laplace 方程式 Laplace equation 来解看看 那当然我们用的是 球坐标 球坐标的话 我们知道它的电荷密度 它是 它是 这一圈都 就是跟φ角 跟z对称 跟z对称 因此你在这个 就同一个φ角的位置 同一个φ角的位置 那么它的电位应该都一样 所以它跟φ没有关系 跟这个φ就是同一个 这个是θ 那这一圈的 不管你φ多少 电位都一样 对不对 所以它跟φ无关 那它只跟θ有关 这个变了 θ变了 这个就变了 然后你r在这里 或它在这里也不一样 所以它是跟r 跟θ有关 所以这个就变成这两项 然后这个 我们就可以 这个微分方程 通解是这个 这是通解 那现在我们就要求里头的Al L跟BL 那我们现在用什么样的一个 这有两个equation 有一个我们一定要注意 就是电位 一定要是有限制 不可以变成无穷大 我们利用这个特性 那么在球内 球内的话 r可以变成零 球内r可以等于任意值 也可以等于零 你看当这个r等于零的时候 这个值是无穷大 电位就变成无穷大了 对不对 那就不合理 因为电位必须是有限制 所以这一项不得存在 那就是BL 要等于零 BL 要等于零 这个等于零 那它就是等于这个值 在球外的时候 R可以从大R到无穷大 当在球外的时候 小R变成无穷大 这一项也变成无限大 也会使得在外面的电位等于无穷大 也不合理 所以Al要等于零 Al等于零 那么Vout 外面的电位就等于这个值 这个就是没有了 这个我们先用 电位等于有限制的特性 来决定它球内球外的解 是什么样的一种形态 好 那么我们现在 这个Al跟Bl 还是没有 没有球出 还是有两个常数 好 那我们就由 电位与电场的 电位的连续性 跟电场的连续性 来决定 比如说电位 里头的电位 可能它有它的函数 这个函数 外面的电位函数是这个 可是当R等于大R的时候 这也算 里面也算外面 所以当R等于大R的时候 这两个区域的电位相当 那我们就把这个R等于大R 带到这个里头去 这个带到这个里头来 这两个要相等 这两个相等 那我们知道 这是两个多项式相等 两个多项式相等 那就是每一项的系数要相等 同一个L 同一个L 同一个L的项目 前面的系数要相等 所以我们就有 ARL 要等于BL over RL加E 从这里我们可以解除 BL要等于这个值跟AL 这两个就找出它的关系来了 有电荷密度分布的球面 两侧电场的连续条件 用这个 连续条件 有电荷密度分布的 两侧电场的条件 我们不是想过电厂的连续性吗 电厂的连续性吗 那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这个电厂 它的电荷 电厂 如果是垂直的 这就是等于是一个垂直的component 电厂的垂直component 那也就是说我们学过电位移的垂直component 当你这个θ不等于0的时候 它是连续的 不等于0它不连续 等于0的时候是连续 那我们可以 因为这个里外都不是界电值 我们就把这个 这个乘过来 你看这不就是等于 这个乘过来 电位移吗 对不对 就是电位移 那我们把上下 现在就变成里外 里外 里外 当里外 在表面上 就是r要等于大r 表面上的时候 它表面的颠横密度是这个 这跟θ有关 那我们看 over y0 n 这个表面的 normal component normal direction 就是等于r direction 于是 我们就把这个式子 v1 我们用 v等于负的gradient的v来带 那它就等于 那它就等于partial v over partial n 我们用 减掉 partial v下 over partial 就是这个 这个我们用v来带 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就是用out 就是上下 v1 因为v等于 e等于负gradient的v 所以这里有个负号 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用 partial v out over partial r partial vn over partial r 那这边就是负的 sigma 0 over epsilon zero 那现在我们就把vout 这个vn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vn是这个 vout是这个 带进去为分 之后相减 再令r等于大r 那么 这个式子就变成这样子的 你看这个 对r做偏微分 它不就是等于 这个是 in l al r l-1次方 这个不懂 对不对 这个对r做偏微分 小r做偏微分 就是负的 负的 l加1次方 l加1 然后这个bl 还在 这个就变成负l 负l加1-1 所以就变成 l r的l加2次方 左边就是这个 右边是这个 然后我们把上面我们得出来的bl al跟al的关系带到这个里头去 这个带进去 两个式子合并 就变成这个式子 然后我们就可以解除 这就是这个 这个要等于这个值 等于这个值 那现在 这是无穷多像 这个是一个legenda polynomial 那这个也无穷多像 那你现在要决定它的值呢 到底是要等于这个 这里要无穷多像 要有若干像加起来 所以我们还是用这个 用这个技巧 the gender polynomial 是一个orthogonal function 乘上这个 再乘上θθθ7分 所以这边乘上这个值7分 要等于这边 也乘这个值7分 那么我们就带这个公式 这个等于这个字 这个等于这个字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写成 这个是什么 l等于m才等于它 l不等于m都是0 所以它只剩下一项 就是第m项 l等于m 2m加1 am r m减1 这个积分是等于这个 这是左边的 右边呢 你没有办法积分 因为你不晓得这个函数 到底是什么函数 但没告诉你 所以我们呢 这个还是留的 am就把其他的像 都除过来 其他的像都除过来 其他的像都除过来 这个可以约掉了 所以它就是等于 2rm分之1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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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知道我们没办法积分呢 那我就假设一个 它是这个形态 假设是这个形态 这个形态的话 我们可以把cosθ 变成logent polynomial n等于l等于1 那这个就是 2 ε0 rm减1分之1 就是刚刚那个 那现在就把这个 用这个带 现在这个就可以积分了 这个积分呢 我们说 当m不等于1的时候 m不等于1 这个是0 am等于0 当m等于1的时候 这两个相乘是等于这个字 所以它是2 ε0 r r r等于1 m等于1的话 就是 0次方就是2 ε0 然后 里头 k 这个 就是2 over 这么多 这个 画检一下 就变成 3ε0分之k 所以球内的电位函数 它只有这一项 只有这一项 m等于1的时候 这是球内 球外的函数呢 因为bl等于这个 它本来是这个字 那我们把这个al al 带进去 那也是一样啊 当 这个al 带进去 也是一样 这是am am 那只有什么 a1 1的时候存在 a1的时候存在 所以它就是等于 a1 am是这个 所以 你把这个bl 变成这个b1 a1 变成a1的时候 a1的时候 那你可以把这个 式子 你把这个值 就当做a1 a1 带进去 那它就等于 这个值 ok 这是r大于大2的时候 所以v in 跟v out 我们都可以算出来